在纽约这个繁忙的大都会 网络的交友十分的普遍 而从过去必须建立自己的小档案 到现在完全是以貌取人 因此照片非常的重要 他就是所谓的Tinder Photographer 而且是纽约目前收费最高的 整套拍摄下来要750美金 四年前他自己在Tinder 这个非常受欢迎的 网络交友平台上约会发现 有很多真正的照片 对 体会到这个现象 让他干脆成立专业工作室 发现这一行还真的有市场 什么让你的服务不同 两个东西 一 特别是在线线标准 与看起来什么看起来 什么看起来 第二个是 我会说我跟客户交流 那第一个半个小时 我们只会聊天 我们聊天 聊天 我们也会认识其他人 好 那么请他拍几张试试看 拦住你的脖子 然后放一个下来 对 对 所以它是一个更开心的位置 对 那就是这样 它更兴奋的 而拍出来我个人最喜欢这张 那怎么样知道这张照片在市场上的反应如何呢 现在有付费的软体可以告诉你 把这张照片还有我的自拍照放到这个软体上 看看得到什么样的分析 结果是不管在哪个项目上 专业的照片都大获全胜 你或许会以为在这个世代拍张美美的照片 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 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因此就是有些人会愿意花这笔钱 记者公方华林智慧纽约的财宝报道